好,那我今天講的跟二八沒有關係 不過那個結構是類似的 那我的題目上下一張 我這個標題 這個為什麼要講這個 那這個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台灣法醫學制這個貪物的舉手 大概沒有,在場除了我以外 這一期的這個法醫學制呢 他已經標明了探討的主題是什麼 江國慶的冤罪案 這個江國慶的這個冤罪案大概是解緣以後 應該是第一個被確認是冤罪 而且呢,江國慶怎樣 已經死了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 他開始發案大概是2010年 然後呢,在隔年呢 這個台灣法醫學制是 這個台灣法醫學會 他們呢,幾個教授所成立 所去弄的一個有關法醫學的學制 那他們呢,就特別在第六期的時候 針對呢,這個江國慶的實案 他們要做一個有關 這個事件啊 有關鑑定這個部分的一個檢討 那我後面這三篇 尤其是這個人權與司法正義 這個就是從司法制度去看一下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冤罪 好,那因為呢,你探討這些 探討針對一個個案做檢討 不免會涉及到當時的誰 當時的這個鑑定者嘛 對不對 好,那我要先問 我們會不會在我們寫的文章裡面 我們會不會寫出名字啊 建建者是誰 各位認為會不會 我們大概不會啦 不過很容易去猜出是誰嘛 對不對 那大概這幾篇裡面 直接有寫名字的大概只有我 直接就寫說是誰 那前面兩位教授呢 他們是針對這個當初的鑑定報告 就在檢討 所以他們沒有講是誰 好,可是呢 後來這本刊在一起就丟在一起喔 導致講這個傳奇跡現在沒有人看 他這一期就很多人看 所以首先呢 華盜就來喊 台大法醫院研究所 說你們這一期涉及到 甚麼? 毀謗 個人隱私 所以麻煩收回 我問各位 2011年了 剛才在講那個什麼 二二八白色統佈 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 2011年年進入了幾世紀 21世紀好幾年了 我要不要求收尾 為什麼 表示我們講的那些人 還在不在 還在 那當時那個 這個沒有出現在這個看出 但是是社長也是 台灣法醫學會長 也是台大法醫學的教授 他是總編 我會教這個文章是他教我寫的 好然後呢 這個圈教教說 你是誰啊 這什麼時代了 然後調查局也來喊 要拋位 喔 調查局是屬於什麼部 華奧部對不對 幾級機關 幾級 三級機關 一個三級機關 居然叫全台灣第一 第一大的大學 怎樣 要收回那個雜誌 一樣啊 圈教教說 我理你耶 你是誰 不理那該怎麼辦 各位替華奧部 以及華奧部的法醫院救所 怎麼辦 就怎樣 就找裡面 就是當初被指涉 大概罪罪 現在這個人還在 等那一個人呢 去跟檢察官提什麼 行事告訴 我問各位 如果按照這個人名出現的話 誰最應該被告的毀謀罪 應該是我對不對 應該是我們對不對 很可惜 這裡面出現的名字 唯一沒被告的只有誰 就是我 這兩個 還有這一個社長 就今晚叫全部被 刑事的 毀謀罪 被告訴 被提起告訴 檢察官 照理還講 這個 我哪裡想像啊 對不對 這什麼時代啊 那 檢察官大概也知道 一定是不起訴對不對 可是經過了幾年 把這三位 這三位除了我以外 這三位叫去怎樣 就去常常再去問哦 經過了多久才不起訴什麼 一年 好 那 刑事呢 完一年以後就 就就就就就 就不起訴了對不對 還沒完 那這位 這位 又繼續去對 他本來三個嘛 那呢 應該有寫文章兩個 所以他去提 民事的 球場的這個訴訟 一直搞到哪一年才確定 2011年 一直搞到哪一堆猜 2017年 案子才確定免賠 所以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啊 我問各位 誰該被轉型 那些人啊 結果搞到最後是 誰可能被轉型 想要去找出真相的人 就是這樣啊 哦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為什麼 講到這裡這麼激動 就是這樣啊 台灣 就像陳老師 一開始講的啦 我們在台灣在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從來沒有加害者 這個案件呢 不僅從來沒有加害者 那個檢討原因的人 甚至差一點被轉型了 這個是這個案子荒謬的地方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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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是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莫層 啊 當然 就看了一下 哦 當初 因為這個 涉及到很多專業的問題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麻煩自己去找台灣法醫學長 第六期啊 我今天也沒用戴 不過那個基礎性很高 除了我寫的以外 各位大概看了就睡著 那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當初定 為什麼要檢討 當初定 江國罪的那個 江國性的證據 第一個當然是自白 那這個自白 他當時本來是憲兵 半夜半不了 那個陳兆敏 那個時候的那個 作戰執領部的司令 就找反情報 我問各位反情報 一聽名字是在隊伍誰 在過去那個 白色恐怖時代 就是在隊伍誰 飛爹啦 就找這一種 這個他 他有什麼 施法警察的身份對不對 當然是請求 而且不是請求啊 如果看各位看監察那個報告 他有一天 江國性在睡覺 因為他都被關金幣 就晚上呢 不知道 十二點多一點多 把他從船上抓下來 把他眼睛扭住 帶到他 你知道嗎 帶到那個 台大公館 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我們空軍呢 如果一旦戰爭發生 司令部要完全移到 公館下面的那個 地下指揮鎖去 就把他帶到那邊 然後呢 一到的時候呢 把他眼睛拿下來 前面是什麼 你知道嗎 領航 就是呢 認為是 戴國性所謂的 尖殺那個 五歲的那個 想要來的那個 解剖的畫面 給他看 說 你如果再不承認 二有活 晚上會來找你 然後你說 光自白不行 還要補強證據 那個時候 這個案子號稱 在當時 某一本刊物 據說是刑事請拿去 拿這個江國性案說 這個是我們科學辦案的典範 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時的科學證據 好 這個 這個 死犯結果我就不講 第一個 測謊報告 我一看到這個 我就 我就故意牙狂了 我問各位 什麼情況之下 被告都被送撤謊 認罪的話 會不會被送撤謊 絕對不會 不認罪才會被送撤謊對不對 好 再做我調查一下 相信撤謊很準的舉手 各位都很聰明 如果你想要舉手 或者是 你本來要舉手 禮拜一去看一下精神科 各位認為撤謊真的能信嗎 我們要舉個例子 這個最近不是有那個 國安局那個 什麼 言人問你們對不對 好 那各位知道 只要進入到這一類的機關 那個都要接受什麼撤謊 你知道嗎 忠誠撤謊 如果你沒過 你就不能進來 各位猜 這一次那一坨的人 有沒有通過忠誠撤謊 絕對有嘛 否則不會在這個位置嘛 那他們效忠誰 有啦也是效忠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所賓的錢 所以你說準喔 鬼才相信 所以 這個案子 江沃慶當然沒過 就認為就是他 這個也很奇怪的邏輯 假設啦 你不認罪 你去弄去撤謊 如果你沒過 就認為就是你了 那如果你有過呢 欸參考 有過喔 假設你過了 不是你講的不是真的嘛 你沒有做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來檢查辦公室 那是什麼 那個是警座什麼 警座參考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這個是鬼扯 但是你現在去問警察跟檢察官 問他們說 撤謊怎麼做 他們全部都做什麼 很準 準個鬼啊 你害死了一條人命啊 然後我要講一下 這個撤謊的人 經手了幾萬個案件 他是台灣第一個參加查局 他是台灣第一個 到美國NBA 不是NBA NBA打很久 那個NBA 去拿到那個證書 撤謊證書的 第一個 他經手了幾萬個案件 這個案子發生了以後 他趕快幹嘛 退休 我們哥為什麼 他沒有到60歲喔 為什麼 我也想就知道 為什麼 這表示他手中 存有多少的什麼 原罪啊 我們從來沒有去檢討 到現在都一樣 再來看DNA建定 這更扯了 1996年 各位認為台灣的DNA鑑定 會很先進嗎 那當時就在廁所 就是被 認為是阿花店那個廁所的 垃圾桶 找到了一張 衛生紙 說上面 有什麼 有江國慶的精液 跟女孩的血 所以用最先進的技術 就是說 DNA鑑定 鑑定是不是江國慶 就是說 在當時的技術 有沒有辦法驗出來 我覺得都是個問題 然後呢 他的結論是 不排除 我每次看到 現在 現在很多 鑑定報告都這樣寫喔 就是說 不排除 與江國慶的DNA同一 我們各位 不排除到底是 Yes或No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個 那個鑑定報告 墜落結果是什麼 好 那後來發案的時候 還好那一坨衛生紙怎樣 還好有保留 我認為關鍵就是那一坨衛生紙 如果按照我們過去常態 每次要犯案 然後呢 不管是警察 或是 調他局 或是 他會講說 那個台風 台風來了以後就怎樣 被水淹走了 所以江國慶 真的是這一坨衛生紙 是害死他 但是也是犯案的關鍵 還好這一坨都保留啦 後來在2011年 重新再做建築的時候 能不能驗出什麼經驗啊 什麼都驗不出來 啊這個好玩哦 原來那些人都還在 那些人都還在 那些人都還在 他們剛才講說 2011年驗不出來 不代表1996年 驗不出來 這個厲害了 然後再來死陰鑑定報告 這個死陰鑑定報告裡面呢 因為那個小女孩 五歲 那個小女孩 陰道太小 所以一般來講都一定用什麼 義務嘛對不對 但是到底有沒有用刀去戳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法醫啊 這個法醫現在都還在 這個法醫就是控告 剛才那一位教授的 那一位教授的 我就不講名字 各位查 我問你查是誰 他說 應該有一種叫做 刀刃撞 盾 我都怪我都怪 刀刃撞 盾撞 這個不是我自己寫的哦 這個是他建議幫我寫的哦 刀刃撞 盾撞 義務 那我們各位這到底是 他講了什麼東西啊 是刀嗎 還是義務 他就出現這個字言哦 這個很唯一哦 因為如果是刀 你就寫刀嘛 那你又要用盾 一般來講 果然各位 如果是刀刃的話 一般都是比較 尖的嘛 對不對 那怎麼又出現盾撞 然後又出現義務 這在寫什麼東西啊 我不是 我 我不是在外面的教授 我都知道這個有問題啊 更扯的是 這個神經驗報告裡面 竟然出現了 欸 跟那個吊刀取 DNA鑑定包出來的一句話 與被告不排除 我問各位哦 法醫懂不懂DNA鑑定 我不能說完全不懂 大家是不是在專門 他在做解剖的時候 是不是在做DNA鑑定 不是 他只在做整個死的 那怎麼會出現DNA鑑定呢 而且更扯的是哦 這個死因鑑定 比較早出現 這個 這個吊他取這個DNA怎樣 比較後面 那李玉均 你各位可以 那個 現在上 上Youtube 找一下李俊逸 江國慶 他呢 就針對 他那一篇文章 主要就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 他說 一個法醫怎麼可以 寫一個DNA鑑定 這個不關你的事啊 第一個 第二個 你怎麼會知道 DNA鑑定最後的結果 明明調查起來還沒公布啊 所以呢 這裡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心目寫行政鑑定 行事鑑定的幾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鑑定機關 跟鑑定機關的關係 怎樣 非常密切 對不對 我們剛才看了那幾個 對不對 鑑定是屬於 法務部 檢察官是屬於來部 也是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呢 也是法務部 那這裡我要講一下 我們現在台灣講法醫研究所 你前面要加 加那個全稱 會比較準 因為呢 如果你是有講法醫研究所 目前用這個名字 有兩個 一個是 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 一個是台灣大學的法醫研究所 一個 下面這個台灣大學的法醫研究所 是學術單位 然後 上面那個 那個法醫研究所是屬於法務部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 你看 我們都是什麼 同一個 都是法務部的嘛 所以呢 我檢察官送鑑定的時候 老實講啦 比方說這個被告我要送 送調查機送測謊 老實講啦 這個測謊員 還沒有測之前 他大概就已經先做了什麼 有罪還是無罪推定 有罪的啦 再來就是很麻煩的 機關鑑定的問題 我們目前呢 像那個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就送 送給這個機關做鑑定 那這個鑑定完了 要不要出庭 目前我們是不出庭的 各位認為這樣合不合理 你出一個不排除 那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法官懂這個東西嗎 不會那麼懂嗎 不懂嘛 那你選個不排除 啊我呢 又沒有傳遞出來 他們不懂就用含詢 那含詢是越含越清楚 還越不清楚 越不清楚 這個到目前的問題仍然存在 還有鑑定專業的問題 到底啦 在江戸經個案子 有沒有鑑定專業 那當然你可以問說 哎呀 那個是1996年 可是我要強調喔 這些人現在還在不在 當然有些人已經退休了 可是還在不在 上 有沒有被救責 從來沒有 這個是我們令人很擔心的 為什麼 從來沒有被檢討的人 他們仍然在這個位置 那是不是會有更多的冤案產生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本來應該是要去救責誰 救責這些 這些有問題的人啊 結果 差一點被救責的是誰 當然我沒有啦 對不對 是不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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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我認為很 很敬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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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 啊 這個是我最 最痛恨 最激恩 就是說 也呼應一開始 陳老師所講的 就是說 在台灣的轉型 這一個過程中 我們 永遠沒有辦法 去找 那個 其他一整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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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形象是很模糊的 我們從來沒有辦法去救責 但 我們 甚至我們當我們只是要找出正向的時候 反而 這些想要找出正向去解決問題的人 反而自己面臨了 要被人家去救責的問題 這個是今天 藉由這個法醫學雜誌 所做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說明 謝謝